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咱们到了杏花村了 得整几道农家菜药 前个月曾经倒了一村里边 点过一道菜 还有这点吗 没错 看村里边这家有点豆 就让这个农厚给做一点豆 斜着很大的刀 这样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点豆的形式了 要求的这个点豆形式就出来了 而且光吃点豆感觉有点酥 我看您这儿还有肉呢 这要不多加点肉 我爱吃肉 你在外边吃的干梅梅梅豆用的是什么肉 用的肉末呗 对 用的肉末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用肉末 我们用什么呢 肉片 也不能用肉片 用这个细的肉条来做 肉条 这口感比肉末好 没错 这跟这个贬豆呢 它更怎么样 更贴切了 嗯 其实春天使用贬豆啊 也是非常的应景 因为它能去除一冬天筑存的湿气 而且还有健脾的功效 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我们把这肉呢 你看啊 刚才我们已经把它 把皮去了 但是在去皮之前呢 我们先把它开成三个片 然后再把它皮去掉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很轻松的 切出这种肉条来 我们用的是五花肉啊 肥瘦相间 那这个菜呢本身也应该有一点油脂进去 这样你看我们就切出这种小肉条了 看这个肉条好像也不是特别细啊 不是肉丝 对 没错 要跟我们这贬豆相配嘛 嗯 我看您这切肉挺利索呀 对 下去一刀刺一下子 就一片肉就下来了 没错 而且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是推切啊 轻轻的一推 我们这个肉就开了啊 你看一下就出三条啊 这个刀本身也是我精选的刀啊 你看这还有盒子成沙粑 哇 是您专属的 没错 好了 我们这时候呢肉也切好了 扁豆也切好了 然后呢我们还要需要切一点葱姜蒜 蒜末 姜末 你知道为什么我切东西带节奏 嗯 给你讲一小故事 呛 呛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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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小时候啊 小学的时候啊 有一个经历 什么经历呢 骨骂对的指挥 不是有些课程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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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八个节奏啊 八个不同的节奏啊 然后呢你都得靠指挥来 来指挥不同的变化什么 所以我对这方面呢 就是哎 特别的在行啊 所以就把它的已经到我们这个烹饪里边了啊 烹调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在一般在做这个干边扁豆的时候呢 都是什么呀 这个把这扁豆直接下油锅去炸 是吧 但是这个扁豆呢 我们就得想一想方法了 因为那个扁豆呢 我们在做那个扁豆是做整根的扁豆啊 嗯 顶多中间掰开了 而这个扁豆呢 横跟面太大了 看见没有 对啊 所以呢它里边的水分就容易散失 嗯 知道吧 那么怎么样来保持它的水分不散失 要让它变得很很韧 口感很好 达到这种干边的效果呢 我觉得是不是咱给它拍点粉就行了 有进步了 有进步 没错 所以这扁豆呢 我们在烹调之前啊 要事先先把它怎么样 来一点淀粉 切好的扁豆挂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再去炸至就能出现虎皮状的外表 从而能够更好的干烧入味了 好了我们把锅做热 然后呢倒上油 炸是没错啊 但是为什么第一步炸第一步不焯水呢 是呢 我们平常做扁豆感觉弄菜码什么的 焯一遍水就得了呗 焯水是为什么呢 焯水肯定是让它熟啊 那不然为啥啊 哈哈哈哈 是让它熟 因为扁豆里边呢还有一种扁豆碱 这要是吃了生扁豆呢 容易怎么样 容易让人腐泻 所以呢 焯水是为了让它去除这扁豆碱 那么炸呢更能去除这扁豆碱 比焯水更管用 焯水更管用 所以呢我们直接炸呢 会吃着更安全 而且还能出那个虎皮纹 更放心啊 为什么你看我刚才切了好多蒜呢 所以做扁豆的时候离不开蒜 蒜有什么作用 蒜油杀菌 哎对啊 没错就能够怎么样 如果万一这扁豆没做的太熟的话 那么有蒜的加入呢 它会怎么样 消杀一部分这些没熟的这些扁豆碱 处处是血本 没错太棒了 这个油大概是几成肉 大概只有四五成肉 因为扁豆一下子以后马上它就降温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这上面的这个淀粉呢 一定要让它怎么样 变成灰色的 然后我们再来下锅 下锅以后不要着急冻它 你着急冻它 这些粉就都脱掉了 所以尽量让这粉的呢 尤其是把那个 它的横钻面 那些露出水汽的地方 给它封住了 这样呢我们把它炸成什么呢 炸成虎皮状 炸成虎皮状以后呢 还有一个好的作用是什么 知道吗 它进味啊 对 没错 它炸成虎皮状以后 它就容易吸味了 所以这个菜呢 做出来以后 味道就是极其鲜美 我看这个颜色好像比之前更脆绿 这样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 淀粉就都挂在上面了 要玩的话淀粉就跑了 尽量少冻啊 让它自己形成一个这个虎皮状以后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捞出来就行了 因为下去以后它就会散开 我记得上回您教我说 这锅里头冒大泡的地方 就是水分还比较丰富的 没错水比较多啊 那咱们就差不多炸到 都是细腻的小泡就可以了 对这个泡要变得变小 变小以后呢 证明它的把里边的这个炸的 相对而言比较干一点 然后我们再制作下一步 这样呢它就容易把味道 全都吸收在这个点头上 好了 看我们这个已经上了虎皮花纹了 看见没有 皱纹了 对 上了这个虎皮花纹 这个气泡呢也逐渐的变小一点了 看见没有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进行下一步操作 看全上了虎皮花纹了吧 嗯 还有点焦黄的那种感觉 对 必须要有点焦黄的感觉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先放在旁边这个锅里边 好 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步干嘛呢 先来少来一点油就行啊 助地油 对 干煸干煸吧 一定要煸香 然后这干煸里边呢 一定要有什么 有肉 这个肉呢 我们今天呢 把它切在这个小肉条 然后呢 第一步干嘛呢 就是要先煸肉 把肉煸的也是干香的状态 把它那油脂都给煸出来 对 把油脂煸出来 然后让它也形成一个干香的感觉 在煸肉的过程当中呢 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 煸肉的时候一般加点什么呢 加点盐 不对 料酒 对了 去腥的 没错 所以呢我们来一勺料酒 这个肉呢 一定要把它煸出这个干香感来啊 要让肉上色 这样我们吃的呢 跟扁豆一起加在一起呢 又干又香又韧 嗯 然后呢 我都已经能想象到那个口感了 对 所以这个煸肉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 这个时候啊 刚一上色 我们就把海米的水逼出来 但是这水要留着啊 别扔 这时候我们下海米啊 下完海米以后改小火 跟着这肉一起慢慢的去煸炒 这个滋味就融到肉里去了 没错 干香的海蝉骨跟鲜肉去结合 都有一个奇妙的味道出来 哎 我们看海米的香味也出来了 嗯 这时候该下什么了呢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把葱姜蒜末放 聪明啊 要够我以前 我肯定说直接放豆角了 这时候我们放葱姜蒜啊 因为葱姜蒜里边呢 它的水汽也不易到没消 这时候下葱姜蒜 大量一点的葱姜蒜啊 把葱姜蒜再跟着一起煸炒 这个炒到这种状况 你不管里边再加点什么都好吃了 是是 然后下面我们就是把这个扁豆下去 现在这一直是小火 从刚才把火调小了之后 没错 一直就是小火 小火慢慢去煸炒 下完扁豆以后我们该下调料了 这个时候我们加点酱油 这勺小啊 这一勺也就六克酱油 我们加差不多十五克酱油 再来点料酒 这是第二次方料酒了 对 盐要少啊 因为海米本身是咸的 酱油是咸的 所以这时候有一克的盐就够了啊 然后来一点点白糖 和一下味啊 然后再来点味精 或者鸡精都可以啊 这时候就是干炒啊 干炒到什么程度呢 把我们这个水汽全给它炒没了 嗯 这时候味道会迅速的怎么样 被谁吸收呢 被我们的扁豆去吸收 哦 煸干了吧 然后呢再给它补充一点 咱们这个 该海米这个水 这时候用上了 就刚才泡海米的水 对 加一点泡海米的水 让它怎么样 再次激发它的香味 嗯 也不用太多 不然就失去它那个干香的口感 没错 然后我们沙上水以后改大火 嗯 这样等这点水汽 可以基本上 三枚 这道菜就齐火了 就可以关火 咱们就可以装盘了 嗯 如果您还没有进行 刚才的料理步骤 也没有关系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那里 一切详情尽在其中 有海米了 这海米特别鲜美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过瘾 咱们整点大虾呗 这样做海米的原材料 对 有大虾干 还有鲜虾 知道吧 这就是比那海米大的 所以呢 那咱们就来一个懒人版的 油焖大虾怎么样 太好了 怎么叫懒人版 就是给你设计的吧 怕麻烦爱省事 没错 看你这块 一看就是老不运动 我一定改 我一定改 好 咱们就来一个油焖大虾 首先一个呢 是我们要把这个虾呢 给它整理一下 整理这个虾的时候 如果是懒人版的 就怎么样来整理 你看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去虾头 是这样来去啊 就是把这儿搅了 然后呢 把这个虾枪搅了 然后呢 把里边的这个沙包挑出来 这是它的消化系统 给它看一下啊 这是它的消化系统很脏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来 然后呢 就是要把这个虾的须子和虾搅 全都把它搅干净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必须把它搅干净呢 扎嘴吃的 它不是扎嘴 这点扎不了嘴 因为油焖大虾 你需要分油里边 你待很长时间 所以这点呢 特别细小 容易糊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给搅了 搅完以后呢 然后要把这个后背 开背 如果里边有沙线的话 挑一点沙线 没有沙线的话呢 它因为 你看这就是白的 看见没有 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干净 对 这个虾还是比较干净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也给它去掉 这样呢 我们这一只虾才收拾完 如果懒人怎么办呢 那收拾虾的时候就是 看啊 从这儿 从虾枪底下 这点连沙包 带虾头前端这点 一剪的搅下去 这样呢 这个里边的沙 这个沙包呢 就基本上就没了啊 这样一剪的下去啊 我们这个虾前端这点 就处理完了 真好菜 对 这就是懒人版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去 整理完虾以后呢 然后我们要把它的配料切一下 油焖虾的配料呢 也是特别的简单 葱丝呢 我们要把它 就尽量不要完全直的切啊 稍微斜一点刀切 为什么斜一点刀呢 是把这葱 你看它有这个纹路看着 对 如果我们要是直的这么着来切 切完以后呢 它不太好嚼 所以我们稍微斜一点刀啊 不用斜特别大 这个断筋的过程 对 就给它断了筋了 这样呢 我们切一点葱丝 这个葱丝这么切完以后呢 它相比然比较活啊 就不那么直了啊 有一点弯 你看看 这样出了以后 效果就会 相比然比较好 对 比较好看 然后呢 姜呢 我们切两个大片都可以了啊 姜呢 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作用呢 暖胃 没错 哦 还重啊 它就是 它属于温的 这虾呢 它海产品属于 这个水产品属于寒的 所以呢 它有一个底 它有些寒 所以它就中和一下 嗯 所以我们用一下 用一下这个姜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开始准备烹调了 嗯 好 下面呢 咱们开始烹调 烹调是不是呢 也特别简单啊 油焖大虾 油焖大虾 油呢 要放的比较合适 大概就是一锅底的油 对 然后呢 把油做的稍微热一点 稍微热点以后呢 但是这个油呢 油温就不能太高 基本上我们在锅里面 差不多三成热的时候 我们就把虾下去 这个虾呢 就整个倒进去啊 底下有一点水 没关系啊 利用这一点水 哦 这个虾立刻开始变弯 对 虾青素立刻就变红了 哦 其实确实是这两天比较冷 这个清明的时候容易有倒春寒 没错 这个多吃点虾呢 这种高蛋白的 富含虾青素的这种食材呢 还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没错 你看这个 但是这个下锅以后呢 它的炒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我们下锅以后呢 不能动它 不能动啊 对 我还以为就直接翻炒 它让加快成熟呢 哎 这不能翻炒 但是呢要怎么样 要压一下 压谁呢 把这个虾头里面的虾红素给它压出来 哦 这虾油就 对 把虾油给它压出来 实际上咱们这时候呢 吃点虾确实是不错 嗯 因为这个老话说呢 这个清明节后冷食天啊 确实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倒春寒 所以这虾呢 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啊 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呢 多吃一点这个虾类的海产品啊 也是对我们的人体非常有益的 嗯 而且虾嘛 刚才您也说了低脂肪是吧 就正适合我这种懒人来使用 哈哈哈 这样我们把它两面啊 这个翻过来啊 一面煎红了以后呢 然后煎另外一面啊 一定要不停的用铲子去压啊 尽量把它这个虾红素给它压出来啊 但是这种海白虾呢 它这个虾红素相对而言比较少 所以我们一般在做这个 拿这个海白虾来做的时候呢 要给它增加一样东西 那就是什么呢 这个食品广告色 但是在我们使用食品广告色的时机 要把握好啊 这时候我们先加点什么啊 懒人版的实际上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用的调料特别的简单啊 这个调料简单呢 但是只有两位主要的调味品啊 这两位主要调味品是什么呢 油焖大虾哈 首先肯定盐得有吧 底口得入 对没错 而且我吃到的油焖大虾 肯定都有一种甜口肯定糖内有 盐和糖就沾两样了 就这两样了 就这两样了 对啊 你看我刚才下的是什么 是料酒 料酒是干嘛呢 在这里边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然后我们作为主要的调味品啊 这是去腥的 咱们主要就是盐和糖这两个 那是配卷 对 主卷就两个 这下的时机很重要啊 就是现在我们把它煎得了 已经红了吧 这时候下盐啊 把盐呢整个均匀地撒进去啊 让它入味入口啊 然后我们呢就是 在做这油焖大虾的时候呢 不要用力去翻炒 因为要把它的虾皮要煎酥了啊 所以我们只需要晃勺就可以了 我看您这晃锅 这虾跟着锅转啊 一点都不粘 翻过来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上一点广高色 这广高色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番茄酱 放在中边 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油焖虾的色彩 这就是那广高色啊 没错 当什么呢 我看您这个一转锅 这虾跟着锅转 是一点都不粘啊 没错 这锅还真不赖 这是咱们那个卖饭时的锅 而且就是不光有这种炒锅 煎锅也是不错 如果您想选购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进入暖暖商城 选购即可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闷制的过程 这个闷制的之前呢 我们就让我们往里边加一点水 哦 你看这个水怎么样 有什么异样吗 这不就是普通白水吗 你好好闻 稍微有点酸 对 对 这是白醋水 加一点白醋水呢 有利于什么呢 有利于它的皮质啊 更酥脆 哦 点一点点一点就行了 对 点一点就行了 加完白醋水以后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闷制的过程 多长时间呢 大约是一分半钟左右 一分半钟 哎 我们一分半钟时间到了 然后把锅打开了 你看 这个虾的感觉不一样了吧 哦 色色红亮 对 开盖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姜片加进去 然后这时候里边还有一点汤汁 是吧 嗯 还有一点汤汁的时候 我们加什么 现在才能加糖 不是盐 提锅前加糖 对 盐和糖吗 这时候加糖 因为你要提前加糖以后油闷吗 它就怎么样 就该糊了 所以呢 我们最后就加糖 这时候提这个糖下去以后 它的颜色会更红润 颜色会更好 刚才您说调味主角就盐和糖 对 那这盐和糖的配比 大概是什么比例呢 基本上我们就是四五克的盐 然后呢 这个十四五克的糖就够了 你看这个糖一下子以后 看这颜色开始越来越红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要把这一点汤汁给它炒煤 然后要让它附着在这虾上面 还不能糊 所以这时候呢 要不停的怎么样 来翻动它 刚才盐汤都加了 我看是不是该加葱丝了 没错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是把葱丝放进去 下葱丝 稍微一翻炒 葱往里边一裹就行了 这道菜就齐了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真有食欲看着 漂亮吧 漂亮 好 然后咱们把最后这点葱丝 葱丝和这点虾油 这不能浪费了 给它码了上面 谢谢 如果您还没有进行刚才的料理步骤 也没有关系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在那里 一切详情尽在其中 每回咱俩搭档 肯定得来那么一道下酒 下酒 对 小零食 我看咱这有玉米 你看咱们整道 跟玉米相关的这么一个零嘴呗 那就来到现在 小视频也好 是餐馆也好 还是在十年前也好 刚出来的这么一道菜 这我可好奇 这什么菜 叫做酥香玉米烙 这个好这没听说过 我也没吃过 你没吃过 这个就是把这个玉米 做成烙的这个概念是什么的 你看烙饼都是圆的小饼 所有的烙的东西 基本上都也是圆饼状 但是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烙 比如说鲜下烙 玉米烙 这种都是酥脆的 然后是成饼状的 这么一道美食 但是怎么样 这玉米酥脆 这里边有诀强 怎么样取玉米粒 甚至怎么 我看这是整根玉米 对咱们 一般情况 我们在做这菜 都拿罐头装那种玉米粒 但是现在有些家庭里边 有这种玉米 就可以直接拿这个玉米 取这个玉米粒 然后把它做成咱们的玉米粒 这有什么诀窍吗 这个有诀窍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地方 就是拿一根筷子 去往里边去走 但是这筷子 说句实话 是可以把它取下来 但是很费劲 你看 拿这筷子 你看这么着是可以取下来 但是取下来这个玉米 你看也不整 看见没有 是 里边也是碎的 也不整 这样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 这个玉米它不整齐 你看都是碎的 所以呢 咱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实际上 就是一下就把玉米全取下来 愿闻其详 只要有一把刀 有一把好刀 快一点的 锋利点的刀 你看啊 就顺着这个玉米这边缘 看下没有 从这开始 你就往下切 一边切一边断 很整齐 这个 一排一排小心就下来了 但是在切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刀要前后的错 这大家也慢点啊 别滚着手 整个这根全下来了吧 然后我们这玉米粒也都成现了 这时候你看这玉米粒呢 就给它用手一攒 你看 哦 这就给揉开了 对 还非常整齐 其实这个玉米啊 也是用来头的 这个玉米是咱们暖暖严选的玉米 原来是咱们商城的是吧 这个玉米可是口感弹滑 而且是软糯乌渣 而且其实春天吃点玉米啊 也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它有膳食纤维嘛 可以排猪养颜 老少皆宜 那么这款玉米呢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进入暖暖商城 选购即可 有了玉米粒以后呢 这里边呢 有个配料 就是胡萝卜 我们把胡萝卜切成 跟玉米大小一样的小丁 也是 我们其实在做菜的时候 发现很多配菜都是 主角是条 咱们切条 主角是丁 咱们切丁 对 切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拌粉 嗯 就是说呢 这个里边呢 我们需要一个拌粉 这个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让它酥脆的一个粉 这个酥脆的粉呢 我们用什么东西呢 你看 这有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都够了 这是什么呢 面粉 就得用上三勺的面粉 然后用上多少泡打粉呢 基本上我们按百分比来讲 叫做3%左右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它基本上有个 三四克就行了 3%呀 对 就是一斤是500克 三五一十五克 一斤这个粉配上15克 我们这些呢 也就配上三克 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粉呢 要把它 先把它拌匀 混合一下 对 混合拌匀 拌匀以后呢 我们放在一边 先不理它 一会儿我们要用它 好了 然后呢下一步 我们就 一步准备制作 好嘞 这里边呢不用任何的 什么葱姜蒜呀等等 什么都不用 只是吃这个玉米 自身的原香味 嗯 看这锅水 这是什么水 知道吗 煮过玉米的水 对 做这套菜呢必须要 还要再用到这个玉米水 为什么要用这个水 来煮一下玉米再使呢 为什么不直接来使用呢 是因为一个 胡萝卜本身是生的 直接煎煎不熟 哦对这是 第二一个 其实最关键的 还不是说因为胡萝卜生的问题 嗯 如果我们要换成黄瓜呢 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了 是吧 对对对 主要问题是 我们要把这个粉子 跟这玉米和这个胡萝卜怎么样 给它充分的结合到一起 哦 下完胡萝卜以后 稍微的略煮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下这玉米粒 嗯 让它入口 入底口 然后关键是 靠它这个温度 靠它这热度 来裹这个粉 一般情况 我们焯完水以后 要把水怎么样 沥干了是吧 哦 这个呢要带着点水气 哦 这样才好裹 对这样它才能够裹得厚 嗯 裹得匀是裹得厚 30秒以后胡萝卜未熟 哎 下面关键点来了 嗯 关键在这儿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关小了 然后拿着这个盆 看啊 捞起这个玉米 啊 带着点水啊 不要把它整个空 不要空啊 嗯 就是往前一捞 捞完以后直接的进去 哦 这速度很快了 就开始翻滚 你看 这样它就裹得特别厚实了吧 哦是 然后我们再来 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个 玉米粒 跟这个粉呢 充分的去融合到一起 然后我们在煎盛里边 少放一点油啊 这时候油不要多 要有一个 相对而言 有个四五成热的油温的一个 油啊 在旁边准备一下 拌好的这个玉米粒 给它下锅啊 下锅的时候呢也要注意 就比渣子被下去啊 哦 哦 这么一抖 它就均匀的就铺开在这个 皮皮锅上 没错 然后这个时候很关键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呢 一个是先用手把它摊平啊 摊平以后呢 然后尽量的给它往下 有一点力量给它压实啊 这时候还有一个关键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 摊好了以后 顺着边缘再来一点油啊 来点油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 往上边淡水 或者有小喷壶往上边喷也行啊 淡一点水 淡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它粘连 有小喷壶拿喷壶喷一点也行啊 这个步骤很关键啊 你不淡水的话 它就容易松散啊 淡水以后呢 它就容易粘连了 这时候油已经热了 看见没有 哦 是啊 基本上能达到五六成热的状态了 然后呢 我们是这个 你看只要成型了啊 成型了成个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往里边浇热油 哦 浇 我转发了这个 把油脑子变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我们再来 有点击一步 好 我们再来 二步 就是 我们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上菜 上菜 如果您还没有进行刚才的料理步骤也没有关系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在那里 一切详情尽在其中 哎呀 这一听就下饭是不是 是 做起来 哎 好嘞 首先咱们选用的是杭茄 这个茄子肉质非常嫩 第一步呢 把它切成滚刀块 哦 选的是杭茄 哎 这块都不用考验咱们的刀工 宣萌平常喜欢在家做饭吗 会做一些简单的菜 比如说 炒鸡蛋之类的 你炒的鸡 西红柿炒鸡蛋 明白明白 一说这个我就大概了解了 对 但是特别愿意看做饭 哦 今天这几道家常菜保证你回家就会 但是今天我教完了又回家也会了 嗯 是吧 拓简单 这是给咱们不太会做饭的 嗯 初级选手 哎 初级选的菜 我们上班族很需要 就是既快手又简单 然后又好吃的 嗯 你看茄子切完了以后呢 嗯 这氧化非常的大 是啊 哎 咱们现在呢 第一步呢 把茄子放在容器中 嗯 为了让茄子不吸油 你猜要怎么办 哎 要放水 对 差不多要去水 去水 哈哈 这个茄子第一个处理方式呢 因为这个茄子吃完了 它会更好吃 嗯 比起来吸油还少 嗯 吃得更容易热乎乎的 特别好吃 嗯 啊 比起来提前呢 把茄子里边的味道 先入到里边 因为咱们家里边做茄子吧 如果切滚蛋块呢 里边会有一个味儿 是的 哎 今天的首先是 把盐 嗯 放在茄子里边 嗯 记录底味又去水分 哎 这个盐呢 也不用太多了 太多了 待会茄子就咸了 嗯 这时间呢 拿勺子给它拌匀 让盐呢 充分的把茄子刷一下 嗯 这大概呢 刷两三分钟以后呢 然后拿手呢 给它拽一下 把这个水分的 能拽出来 嗯 这梦还是有基础的 人家知道要先放水 哈哈 好的 让它刷两三分钟 对 刷两三分钟 这时间拿手呢 不停地在 让它那个盐 充分化掉 嗯 这时间拿手 拽一下这个茄子水 哎呀 这个茄子水出了以后 现在就这样了 是 蔫了 哎 这个真是一举三得 既容易入味了 又不吸油了 而且肉质更筋道了 更筋道更好吃 是的 好嘞 好嘞 蒜好了 水不要了 这个茄子提前准备好了 嗯 提前我切好这个肉丁 嗯 还有葱姜 葱和蒜 哦 全有了 咱们现在呢 就可以上火炒制 走着 好 咱们首先第一步呢 嗯 是把茄子呢 给它煎制一下 哦 先煎茄子 哎 这时间让它少油嘛 嗯 首先呢 把锅里放点油 哎呦 就这么点油做茄子 哎 咱们家做茄子说 还有油炸呀 还有什么的 嗯 感觉茄子特别吃油 嗯 所以不好吃 这时间呢 咱们 因为这个茄子用羊 刷完了以后里面有味道 现在稍微的拿油啊 用锅香气呛一下 冲一下烤 这个茄子出来 非常香味的味道 明白 把它那个青色味道去掉 对 然后增一层胶壳 对 没错 这时间呢 首先呢 把茄子呢 肉炒里 嗯 煎制 肉炒里 哎 好 把茄子你看 这样翻个个 嗯 主要煎着羊是吗 对 就将里面肉 肉制 给它封口了 哎 就让它封口 嗯 这时间呢 就需要一个什么 大火 大火 哎 因为大火才能封口 突出这个锅的香气 豆芝脸 豆芝脸 来一个小白级别的提问 茄子跟葱姜蒜里面 哪一味料最配 相对来说 蒜 所以咱们这道也是蒜香的 对吗 对 如果你想知道 怎样突出茄子的蒜香和酱香 可以扫描屏幕下发的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把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提前获取答案 煎到什么样算好 哎 一定要煎到金黄色 哦 有点虎皮色 哎 虎皮颜色 又脱失一部分水分了 对 这是现在让茄子呢 一定要成熟 哦 这一步也是一个断生的过程 哎 断生的时间 这些吃起来呢 这个香气还非常浓郁 明白 锅气 所以在家中呢 做茄子其实很多种 炸的呀 还有炸茄盒呀 还有煎制的等等 还有炒茄丝 各方面都有很多种 但是今天做这种呢 就是非常家常 又非常下饭 来碗米饭一半 蒜香嘛 蒜香酱茄子 哎呀 那我一个是吧 你一说这名字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哎 特别适合了咱们呢 上班族 挡起来花花一炒 有没有那么大的油烟 嗯对 哎 带走 带到办公室 香飘满屋 对啊 都有一点蔫了 对啊 你看我 在煎制的过程中呢 我拿铲子不停地在摁 嗯 等于这个茄子都变软了 明白 哎 等于这个茄子已经成熟了 一会儿酱味和蒜味 才能充分地入进去 对 原来要煸这么久 原来我平常做茄子的时候 没太有耐心 嗯 这时间的 好 这茄子煎完以后 放到容器中 好嘞 盛出待用 放点油 烧热放点油 该烧汁了 对该烧汁了 关键一步了 看到这个茄子用油啊 用油量非常小 是的 哦对 它有肉末呢 哎 你猜是先放蒜还是先放肉 先放肉 看来是不是小白鸡 太心上做饭啊 对 第一步呢 先把肉放到里边 把肉呢 呛入 呛入香味 炒熟 让它脂肪也渗出来 哎 这个把肉呢 一定要炒 外面炒着有点硬壳 金黄 焦焦的 焦焦的 有点黄色了 金黄色了 这个肉吃起来才香 这个肉呢 我放了油少 其实是有煎制 其实也是用烤的方法 不见油 这个肉吃起来香味 整个菜就没放多少油 两勺 就被咱们俩烤 烤的羊肉串似的 那种香味 三倍的感觉 好了 上那个酒红色了有点 哎 这时间呢 给放 咱们刚才说了 蒜了 蒜香嘛 蒜放到里边 也是在小火炒香 好 现在香味就很浓郁了 这个蒜呢 不要炒太熟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做茄子 一是蒜香味嘛 嗯 特别熟了 这个蒜的香味 突出不出来 哦 好 放点料酒 来一点料酒 来点甜面酱 我们是用甜面酱 哎 甜面酱来一点 不放豆瓣酱吗 哎 不放豆瓣酱 哦 这回这个茄子是甜面酱烧的 对 这容易糊呀 哎 这其实不是糊 它是酱的颜色 嗯 就跟咱们在家炒那个 金蒸肉丝似的 嗯 然后这时间加点水 等于是做一个酱烧汁 哎 酱烧汁 少少的来吃 非常有湿 我希望 everyone 吃辣的 即将辣的 让一份 重症的 底部 真猪 有什么 不是 非常好 找到 你们 再来 先来 我 á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